你知道慈禧是怎么洗澡的吗? 她的洗澡方式奢靡至极,简直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力。 历史上说,慈禧每次洗澡都要用掉一百条毛巾,这是真的吗? 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绝对颠覆你的认知。 清末时期,有一个叫做何戎儿的宫女, 她曾经伺候了慈禧八年的时间。 在大清朝灭亡后,这位宫女回忆了很多宫廷旧事, 最终被编著成了《宫女谈网络》出版。 在这本书中,何戎儿就曾经回忆了慈禧洗澡的全过程, 她不但澄清了很多谣传,更是说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从她的描述中我们才知道, 慈禧的奢靡究竟有多么的空前绝后, 就连洗澡时的整个享受过程都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 贵人们洗澡应该是在一个巨大的沐浴桶中, 有丫鬟会负责放好洗澡水, 也有的人在洗澡的时候需要丫鬟伺候。 不过慈禧洗澡可不是这样的, 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慈禧在宫中设立了一个专门伺候她洗澡的职位, 担任这个职位的不仅有宫女还有太监, 而在洗澡之前, 他们光是要准备的东西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洗澡的用具中有毛巾、肥皂、香水、药水等东西。 工人们在准备东西的时候, 摆放的位置、摆放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 送东西的工人跟贴身伺候洗澡的不是同一批人, 第一批人送完东西以后就要赶紧出去不能停留。 一切准备就绪后, 贴身伺候的才可以进来开始为慈禧洗澡。 一般人们洗澡都是喜欢站着洗, 因为这样不仅洗得快还洗得干净。 但是慈禧是掌控天下权力的女人, 身份这么尊贵当然不能劳累自己站着洗了。 于是慈禧就吩咐天下最好的工匠为她特制了一把椅子, 这把椅子就是她专门用来洗澡的。 为了方便她洗澡, 椅子就设计得比较矮, 大概只有一尺高, 也就是三十多厘米。 整个椅子都是明黄色调, 这在古代也是九五之尊的代表。 椅子有四条腿, 每条腿上都被刻上了两条生龙活虎的金龙, 一条龙往上爬, 一条龙往下爬。 而这把椅子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椅背是可以活动的, 椅背的两边都有插损。 古代的工艺没有钉子, 都是用损锚来进行结合。 只需要将某个位置上的插损抽出, 就能让椅子左右转动, 甚至还可以移动。 这样就能省去起身挪洞的不便之处。 只需要工人伺候, 而慈禧则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负责享受就可以了。 椅子的最下边还有一个横板, 就是用来放脚的地方。 光是这把椅子就不得不让人们感叹, 慈禧也是个人才, 这简直就是一个时尚的转动座椅啊。 慈禧洗澡的全过程 到底有多奢华, 看完才知道,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慈禧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天冷的时候两到三天洗一次澡, 夏天的时候每天都要洗, 一次就要洗上两个小时。 每天晚饭之后, 负责洗澡的工人们就开始准备用品了, 将所有的物品都摆好, 大约一个小时后, 慈禧就开始洗澡了。 他洗澡用的是两个大洗澡盆, 外面是银, 中间是木台, 整个洗澡盆呈漏斗形状, 这样就方便椅子上的慈禧能够靠近洗澡盆。 而这两个盆子也是非常讲究的, 一个洗上半身, 一个洗下半身, 不能混着用。 因为慈禧认为上半身是天, 下半身是地, 地永远不能盖过天。 上身是青, 下身是浊, 轻浊也不能混淆。 如果用洗下半身的盆子洗了上半身, 那则会被玷污, 所以工人们都会在两个盆子上做上记号, 一旦拿错了, 那就是掉脑袋的罪。 而在《宫女谈网路》中, 何荣儿还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每次慈禧洗澡都要用掉一百条毛巾, 使用方法更让人们大开眼界。 这一百条毛巾要用四个托牌摆放, 一个托牌放二十五条, 全都整整齐齐地叠放好。 每个托牌中的毛巾图案都不一样, 毛巾上有用黄线绣成的龙图案, 四个托牌中的龙图案全都不一样, 分别是翘首跳望, 回首望月, 双龙细珠, 双龙细火。 伺候慈禧洗澡的有四个固定的宫女, 分别站在慈禧的四周, 离托牌最近的宫女会将二十五条毛巾 放在水里浸湿, 捞出来拧干后递给其他三位宫女。 他们四人平扑手掌, 轻轻地为慈禧擦拭, 这几位宫女都会专门的手法, 按摩在慈禧的身上非常舒服, 每一条毛巾擦拭过一次就要换下一条, 被丢掉的毛巾就不能再用了。 第一遍擦拭过后, 宫女们就会为她打上肥皂, 那个时候的肥皂已经非常流行了, 一般是用造假捣碎后混上名贵的香料跟中草药制成。 用在身上不仅能洗得很干净, 还会散发出香味。 打完肥皂后再用另一个托盘中的毛巾擦拭, 使用方法一样, 每用一条就要丢掉一条, 这样反复几次直到把身上的泡沫擦干净。 在洗澡的过程中对宫女们的要求非常高, 上半身和下半身要分开洗, 并且顺序是先洗上半身再洗下半身, 不能混淆也不能出错。 宫女互相之间不能说笑, 全靠眼神交流。 而最难的部分就是洗到慈禧正脸的时候, 当宫女们需要跟慈禧面对面的时候, 他们就要全程屏住呼吸, 因为不可以将气吹到慈禧的脸上。 这个叫做冒犯黄威, 要是冲撞了慈禧也是要受到惩罚的。 而这些看起来如此复杂的洗澡工作, 其实还只是刚刚开始, 重头戏还在后面。 慈禧洗澡不光要宫女伺候, 还要太监伺候。 不得不说, 慈禧真的太会享受了。 虽说负责为慈禧按摩搓背需要固定的宫女, 但是有时候宫女的力气小, 按摩必然会不到位, 那么这个时候慈禧就会叫来太监伺候。 虽然太监算是男子, 但是在慈禧看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于慈禧来说, 宫女或者太监那都是奴才, 只要是奴才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洗澡的过程会非常长, 时间长了, 水温就会变低, 于是就会有宫女专门负责添水, 换水, 一直保持住合适的水温。 有时候会有水溅到地面上, 也会有专门的宫女来擦拭。 等到慈禧洗完澡以后, 盆里的水要清澈如初, 地上干燥如初才可以。 洗完后, 宫女们就会再用干毛巾, 将她的全身都擦干净。 擦的过程要非常的细致, 因为如果没有完全擦干的话, 穿衣服的过程就会非常的难受。 擦干后还没完, 宫女们会拿来专用的香水。 香水也是分冬季与夏季用的, 一般都是用新鲜的花露制成。 香水怎么用也很讲究。 宫女们用一种特殊的棉线 占取香水, 然后轻轻地拍打在慈禧的身上, 手法要轻柔均匀。 这些香水不仅仅是为了好闻, 更有护肤嫩肤的功效。 用过香水以后, 整个洗澡过程 才算是结束了。 这样算下来, 每次洗澡都要用掉一百条毛巾。 而在我们的印象中, 慈禧一直是一个凶神恶煞, 心狠手辣的形象。 宫女扯到她的一根头发 都要被砍头。 其实真实情况没有这么夸张。 有时候宫女哪里做得不好, 慈禧就会立刻纠正她。 长时间下来, 宫女们对洗澡的流程烂熟于心, 已经是很少出错了。 慈禧也非常享受整个洗澡的过程。 人人都知道晚清时慈禧奢靡无度, 然而大部分人都想象不到她的奢靡程度, 光是洗澡这一条就已经让人大开眼界了。 清朝灭亡以后, 如果不是有一些太监与宫女的回忆录, 普通人恐怕一生都无法想象 封建社会的生活与样貌。 那么看完慈禧洗澡的全过程, 你有什么想法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